我這邊再多一個判斷 如果A等於1的話 A等於0的話 那就是 第一次找就不要加1 之後再加1 那再來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就是怎麼樣 出現的位置之後有沒有 然後後面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字的前面五個 在前面的五個字元 跟後面的五個字元 都幫我怎樣 切出來 就有點像是Google Google不是找到之後 它其實是切某部分的 某部分的段落 那如果要把那個那個部分的段落 取出來的話 放在下面 那應該怎麼做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用substring 那因為我已經找到位置了嘛 所以我把substring的begin的部分 比如說10個的話 前面-5後面加5 位置前面-5後面加5 然後把那個位置切出來之後 那不就剛好是 包含它 前面加5個後面加5個中間加它自己本身 那其實要撰寫的話也非常簡單嘛 因為我已經知道A的位置 對不對 就是 假設第一個是20 那我就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在這邊 把這個也是把它 print line 把這一行print的出去 那print的出去之後的話 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我這個字串的物件名稱 點什麼呢 點substring 然後有begin跟end 對不對 那begin的話就是 A 怎麼樣呢 減掉5 然後呢 end的話 index就是 A 加上5 然後呢把這個頭跟這個尾 然後再串接中間的 就可以 輸出的話 來看一下 實際上就只有這一行 這樣的話呢 輸出 OK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豆點 然後 後面的話 前面部分是一定是5個啦 因為你會發現喔 它的begin指的是從begin 那就包含begin 可是end有沒有呢 end沒有包含 所以 後面的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要 我們是加5的話 其實是 只有4個字 只有4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 秀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也就是這邊總共還是 10個字 OK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試著 但文章裡面 不一定是豆點 你可以去找找看別的 然後最後類似像這樣子 這一個部分的關鍵字 就可以怎麼樣 很快的可以把它列出來 那這部分程式 我想各位試試看 主要再增加 這一部分的程式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段的程式嘛 我也把它拍照 放上去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後面能看